我进去五分钟以后 你就带着记者进门开设 有舆论造势 还不得不认 有舆论造势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被下药了 帮帮我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沐家大少奶奶 是 是 你为了嫁给我 今天也算得逞所欲 我沐家养个人没问题 但是 你要让我知道再动什么小心 别够困 我去偷偷 知道了我也不知道 真的这样 欢迎来到沐家 这就是我哥的房间 里面可是有很多禁忌的 没有他的发话 谁都不敢进来 谁都不敢进来 那我们赶紧出去吧 哎 别人不行 但你是他妻子 不在他房间 又能去哪呢 慢慢感受感受吧 少爷 该喝药了 滚开 我不喝药 让我去死好了 逆子 不吃药 你眼睛永远都好不了 你妈死都不会瞑目的 呸 我配提我吗 你 嘿 再给我拿碗药来 废物 在沐家 你永远没有嚼紧的资格 少爷 少爷 以后我们好好吃药 好好生活 不要再受这种 无所谓的委屈了 你 你是谁 我叫暖暖 跟少爷一样 我也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所以 我知道少爷心里有多难过 以后 少爷就把暖暖当家人 好吗 好 少爷 这可是我的手链 以后 你要是想找我 晃晃手就可以了 哟 喜欢这条手链啊 这个声音 好熟悉啊 熟悉 地摊货 垃圾人 熟悉 不过 这可是我哥最宝贵的东西 你要是敢碰 他就把你手砍了 他那么可怕吗 不 比这 还更可怕 他 他的房间 我可以不来 我们出去吧 啊 既然当上了穆太太 那就要承担好 穆太太该 压力 展颜 你是他的妹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妹妹 要不是你把自己送到她床上 今天跟她结婚的人 本该是我 那你先休息 我去看看会场那边的情况 那好 注意安全 你竟然对你哥哥 有这种想法 那又怎么样 我不过是他小妈的养女 又没有血缘关系 可他拿你 他拿你当妹妹 住口 他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从小到大 我要什么 他都会给我 你觉得这是妹妹的待遇吗 他就是爱我的 既然这样 他又为什么要娶我 因为他把你认成我了呀 被媒体拍到 还要牧师集团的面子 他不得已才娶了你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扶行星座态的样子 好像你才是这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你就是用这种手段 逼他娶你的吗 可我 什么都没有要求过 无所谓 既然你已经成了木太太 那就准备好 迎接属于你的 腥风血雨吧 好戏 你才刚刚开始呢 夏雪 去把狗扔进去 大小姐 房间里都是少爷在意的东西 这样没关系吗 他在意的 不从来都是那个女人吗 再说了 那也都是楚云染干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狗已经饿了三天了 这一次 少奶奶再艰难讨厌 还不快去 你是谁 啊原来是一只狗狗 我以前也有一条小狗 他叫小乐 你好 陆风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要是小乐也在这就好了 真羡慕你 有小乐陪着你 陆风 以后就让我和小乐 一直陪着你好不好 娜娜 不要离开我 答应我 我答应你 不离开 我以后也叫你小乐 好不好 怎么回事 不是说这狗 谁还不跟贱人就咬吗 怎么不咬那个女人 是 是啊 按说他现在应该很激动 才是啊 既能拿捏雨晨 还能让狗跟你气 既然如此 那就不会哭了 不客气 陆风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好想你啊 陆风 啊 该吃饭了 我哥哥说你身子弱 让我好好照顾你 按住他 木家 虽说是大家子 但是也要讲究井井井之家 这碗米饭 我一粒不适合吃一下 不要 哎 在我面前 矫情这一套 用 既然 你选择了做木太太 那这些惩罚 你都应该 最非好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做什么木太太 是你哥说她要照顾我 所以才娶我的 住口 是你勾引她在先 我哥她要御服 不过 过不了多久 她对你的愧疚 就不会再有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条链子 是我哥最宝贵的东西 你说 她要是知道 你把她这条心爱的链子给毁了 她会怎么对你呢 不要 展颜 你不是爱她吗 你怎么忍心毁了她心爱的东西 我爱她又怎么样 她又不爱我 那我就要把她爱的东西 一件一件 全都给毁了 不要 去 把那条狗也给我扔出去 去 把那条狗也给我扔出去 你要干什么 展颜 姑姑不懂事 如果她咬了你 我替她向你道歉 道歉 好啊 那你会下来求我吗 展颜 我求你了 你放过狗狗 你要我跪 可以我跪 你这么在乎那条狗啊 好啊 去 把那条狗给我从窗户边扔下去 不要 不要 我跪 小姐 现在扔吗 扔 小鹿 小鹿 少爷 这什么声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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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她 太太 又长什么妖魔子 少爷 这什么声音 是 是 是太太她 太太 又长什么妖魔子 这 什么情况 嗯 小乐 不要啊 不要啊 怎么样啊 扔太太的生活 过得舒服吗 我要我的狗狗 我要去找小乐 狗狗 我要去找狗狗 狗狗 狗狗 早就死透了呀 摘焉 你太狠了 沐浩 沐浩 不会放过你的 那是她最心爱的东西 你这个鬼子手 我 杀死她的可不是我 是你呀 你 想不通吗 刚刚刚那条狗摔下去的时候 可是你奋不顾身地扑过去的 你没看到 我哥就在那吗 我忘了 你是个瞎子 什么也看不到 没关系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听 听到了吗 我哥 愤怒的脚步声 这样 你要怎么向你哥交代 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也想知道啊 要是我哥知道 你说了他这么多心爱之物 会不会把你改成穆家呀 你胡说 不是我 你胡说 不是我 阿妍 没事吧 哥 我疼 我好疼啊 快 叫医生 都你 到底怎么回事 是嫂子 不小心把我推下来的 哥 你千万别怪嫂子 他眼睛看不见已经很可怜了 脾气大一点也很正常 正常 吐云然 你刚进我家门就欺负我妹妹 谁给你的胆子 我没有 不是我 嫂子说了 她看不见 跟人接触也不知道什么力度 把我推倒了没关系 可是狗狗她 狗也是你丢下楼的 不是我 我不知道 大少爷 对不起 太太去了您的房间 知道了你们之前的事情 特别生气 她说 要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毁了 我们拦不住 所有东西 可以 没关系 不过 无论 无论 不过 楚云然 你竟然敢亲手毁了 我送她的狩猎 不是我 都是展颜 哥哥 你了解我的 我是绝对不舍得 去毁掉你的东西的 刚结婚 就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 这一刻可怎么办啊 我看在你是个瞎子的份上 饶你一条命 淳于 把她关起来 再也不想看到她 是 淳医生 当年在医院里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小女孩 木龙 少爷的眼底肌肉撕裂 眼压很高 必须马上安排 做眼角膜的移植手术 否则 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复命了 那怎么办呢 陈大夫 你想想办法呀 当年木龙再三叮嘱 不要把真相告诉她 看来这些年 她也没有找到那个女孩 当年光顾着救你了 哪有什么小女孩呀 不可能 她肯定会陪着我的 除非 除非她也受伤了 我没有眼角膜 这我有什么办法 那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用我的眼角膜吧 那给了她 你就看不到了 跟她在一起 我已经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她必要更需要这双眼睛 那天 那天手术室里 确实有个遗憾 我 你到底在哪里 我 这个 是我家祖传的玉佩 一共有两个 我送给你一块 等我眼睛好了 我们就在一起 好 我等你 这不沐家大少爷吗 还带这么漂亮个妞啊 你们是什么人 她是沐家大少爷 如果要钱 我们可以给你 要钱 我们今儿就想搭着她的面 玩玩她的妞啊 小美女 你们放开她 有什么出我来 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木风你快走 放开她 放开 老婆 少爷 当年帮你做眼睛魔手术的大夫回来了 城南村里的主老太太 收养了那个女孩 木少如果有心 顺着这条血 去找就行了 走 去城南村 奶奶 我在这儿 云然在这儿 云然 奶奶 不行了 奶奶你不要这么说 没有你 我可怎么办呀奶奶 记住奶奶的话 你今天晚上六点 牧师集团 要在丰瑟大酒店 召开新品发布会 到现场 去找牧师集团的子才 把这封信 把这封信 交给牧师总裁 他们会帮你的 奶奶 奶奶 啊 出家老太太 怎么让他到牧家找爸爸 还说是哥哥的救命人 一个瞎子 怎么会 难道 他是那个女人 不行 绝对不能让哥哥知道 淳于 大小姐派人跟着我哥 一旦他查出什么 就立马向我报告 是 嗯 听说云染是楚奶奶从医院 带回来的 这姑娘没亲人的 现在楚奶奶死了 更没人照顾他了 原来 他也就不诱告了 楚云染 还有其他名字吗 这我不太清楚 但这姑娘不爱说话 手里啊总拿着一块玉佩发呆 玉佩 是这样的玉佩吗 好像是这样的 太好了 云染 就是暖暖 暖暖就是云染 谢谢啊 什么 楚云染就是那个贱人暖暖 是 穆佳论一半传家玉佩 就在楚云染身上 还真是德拉全部费功夫啊 带上人 跟我走 是 陆夫 你到底在哪 为什么不来看我 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好想你啊 嫂子 你们要干什么 上 杉 云染 淑云染 大少爷 少夫人呢 不要 不要 啊 展颜我求你了 这个是我很重要的朋友送给我的 是我的不是沐家的 重要的朋友 那就是他了 展颜我求你了 我跟他只剩下这最后一个信物了 没有他我要怎么跟他相认 如果你敢跟我哥透露一个字 我就把这个玉佩 给毁了 少奶奶想出去散散心 你们看着安排吧 少夫人她 她说要给你做饭赔罪 现在出去买菜了 哥哥 她说少夫人出去买菜 怎么回事 啊 嫂子说她要亲自做菜给你吃 为了表示诚心 谁都不让根 非要自己去书考 她是个盲人 对这里又不是 怎么可能提出这种东西 说 她到底去哪了 我现在说话不好使了是吗 管家 少爷 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赶出去 重新招人 少爷 少奶奶是从 后门走的 子 还记得 这是什么 家 逐温 快 马桑 老师 他就早点好 现在 他们说 已经他们要自己去 注射一下 了 人 Schmidt 我不认识你们 就是你告诉的沐雨晨 楚老太婆收养的楚云染 是个瞎子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这一巴掌让你记住 小怪现实 你凭什么打我 因为你多次 给沐雨晨打电话 告诉他 之前你说的 都是这种人家的 就说楚老太婆 缩养了两个女 其中一个被沐家带走 而玉佩的主人 是沐家的养母 也就是 我 不 云染这么苦 你们干嘛这样对她 妈妈救我 我的宝宝 我的女儿 你们放了她 多可爱的小女孩啊 可惜啊 就要被她妈妈的热心糖 给毁了 我打 我说 我们 帮你呀 去 请吧 少奶奶 大小姐 少爷回来了 嫂子 嫂子做的汤可真好喝 你喝了 你为什么要喝 你为什么要喝 嫂子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给哥哥做的汤 我尝一下怎么了 哥哥 嫂子早就回来了 刚才在给你煲汤呢 我尝了一口 她还不乐意呢 我想问你一下 之前展姨 行了 没事 头有点晕 刚 刚说什么 我说 当年展姨要 她怎么了 大小姐什么都没有做 少夫人 该不会是你的汤 有什么问题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残留 都是你们给我的 少夫人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您买的菜 我们可一样都不认识 况且也是您指示我们做事的 你最好祈祷 她没有任何事 少爷 少奶奶怎么不在这儿 这件事本身就不对 云染什么都搞不到 怎么可能 喂 莫少爷 对不起 我跟你说谎了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的楚奶奶家的事 其实是骗你的 都是云染让我帮忙撒谎的 她知道你正在找一个姑娘 她奶奶刚刚去世 无依无靠 需要有人照顾 所以 所以你们联合起来欺骗我是吧 对不起 现在我要告诉你真相 从奶奶当年 其实带回来两个女孩 除了云染之外 还有一个女孩 当时被穆太太带走了 穆家太太 展姨 对 她带走了那个女孩 你说的那块玉佩 我在那个女孩山上见过 我 娘不是云染 而是爷爷 那 大小姐为什么一直不说呢 我为了不结外生枝 寻找娘娘的事 每个家里人说 先不管这么多了 你回去 你要干什么 我们今日的戏嘛 是你要为我哥 洗手做汤 我做不了 这里我不熟悉 我们帮你 我们帮你 哥哥 我想要 死童 去把医生海来 哥哥 我好热 这玉佩 我的玉佩 还给我 谁也不能碰 展颜 你来 你就是嫩嫩 沐少 快 看看我妹怎么回事 快 她是好 她是吃了什么药吗 药 不知道呀 娶 大少爷 她今天有吃什么药吗 没有 只是喝了一碗汤 汤 早子早就回来了 刚才子给你包汤呢 我尝了一口 她还不乐意呢 我去取来 你 你 你 费罗蒙 那是什么 快说呀 费罗蒙是什么 费罗蒙是一种催行药 牧师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给你开个方子 费罗蒙不能轻易使 会刺激心脏 弄不好的话 不会出事的 去 把楚音然给我喊过来 大少爷 这又是什么地方 楚音然 你给我做的汤里 费罗蒙 你怎么解释 费罗蒙 什么是费罗蒙 我不知道 是一种催行药 我在少夫人房间的垃圾桶里 发现了一个空瓶 我不知道 我也趁你相信我 相信 从你设计爬上我船的那一刻开始 哪一个不是你的圈套 嫂子 就算哥哥不碰你 影响你的怀孕计划 你也不能这样做啊 今天 要不是我贪嘴 吃药的可就是哥哥了 想跟我生孩子 理解 你无依无靠 怎么 想用孩子绑住我 沐浴 你趁你也不想想 我一个什么都看不到的人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这一切都是展颜设计的 展颜陷害你 他堂堂穆家大小姐 有什么理由陷害你这个瞎子 瞎子 来人 把他抓到阁楼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展颜 原来你就是暖暖 原来 那个女人叫暖暖 哥哥 我之前 做过一次手术 很多事情 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 这个玉佩 是最重要的人送我的 你放心 这辈子 我再也会让你离开我了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沐浴 你竟然不爱我 又何必要娶我 老夫 我连玉佩都丢了 我们应该靠什么相认啊 少爷 我没找到那个邻居 那就不知道她说的事真是巧了 你是怀疑少爷的人 还是怀疑大小姐 燕燕本就是墨家大小姐 她倒没有什么必要去害人 倒是这个楚云然 也蛮有心机的 真不知道她卖的什么药 既然这事跟夫人有关 那我们 对啊 我确实应该去看看他们 你们是谁 当然是我呀 我 当然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是暖暖啊 我哥哥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啊 对我可是爱不释手呢 你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你哥哥 你哥哥他怎么会认识暖暖 我哥之前 和你一样 是个瞎子 后来 有个叫暖暖的傻女孩 为了救她 献出了自己的失望摩 还被他父亲送人 我哥哥找了这个暖暖 我 熟不知 他日思暮想的人 就在他身边 你说 沐浴晨 却时如风 他在找我 他在找我 现在 他找的人 是我 他根本就不知道暖暖长什么样子 谁有这个玉佩 谁 就是她的心中至爱 不是 这玉佩是我的 你还给我 还给我 我来 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才是暖暖 我的哥哥 就是我找了五年的 陆风 原来 原来奶奶你都知道 你们俩 给我好好伺候她 还有你 给我拍清楚点 这么劲爆的新闻 我让哥哥看清楚 你们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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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们 你亲手抱的汤 先把它喝完了 一会表演的时候 才能更投入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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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颜 你不是人 如果陆风知道你这样 他一定会杀了你的 别太高估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我不仅是他的妹妹 还是他心里的救命恩人 而你算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 你不过就是个靠着心机上位的小人 展颜 你会遭到报应的 报应 好啊 那就在我遭报应之前 先毁了你 到时候就算他知道了 看他还会不会要你这个被遭死见过 展颜 我求你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找陆风了 对于我而言 你越下践 我越安全 动手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来人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只要我不发力 我看谁还敢救你 楚云染 我看你还能挣扎多久 你死不从 放开我 雨晨 你刚上任 怎么有空来看你爸啊 工作再忙 你没有我爸身体重要 爸 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展颜 我想喝杯咖啡 你能帮我去到吗 我都同意你坐上牧师总裁的位置了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知道的 你还记得小时候和我一起背打的那个小姑娘 暖暖吗 记得 但是你 走了手术以后 走了 走了 去哪了 你受伤以后 急需要眼角膜 出了高架 成年有个初老太太 她把眼角膜让给你 她见识 让我出钱 她儿子做手术 所以您的意思是 给我出眼角膜的 不是那位楚奶奶 可惜 她儿子手术没进过来 暖暖 就跟着走了 说要 为了你好好照顾她 然后呢 暖暖在那边被人欺负 脑子受伤失去了记忆 我听说以后去了城南村 任她做了干女儿 把她带了回来 也就是 眼眼 我 眼眼对你情深意重 表面上 她是妹妹 你是哥哥 但他这些年对你的心意 你应该很清楚 是啊 我心里有感觉 可是你却跟那个瞎子在一起 还被媒体拍到 要不是为了顾及牧师的颜面 我怎么可能允许你跟一个瞎子结婚呢 抱歉 雨琛啊 你爸他身体不好 有些事情能不让他操心的 就别让他操心吧 我知道了 你弟弟马上就要回国了 到时候 你要好好帮他 一起做点事才行 爸 展翼 我先回公司了 他能信吗 这么合理的解释 如果他还不信的话 只能怪颜颜没有那个命了 但愿吧 原来 展翼就是门门 看你这个狼狈样 恐怕我哥是一眼也不想看到 他不会那样对我的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等他知道真相以后 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都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去哪知道真相 你们两个 动作快点 小姐 少爷回来了 到时候再找你 把他也捂住 嗯 少爷在哪 哥 你回来了 我正好有个东西要给你 你们干什么了 啊 这个房间太久没人住了 我怕委屈嫂子了 就找人来打扫打扫 不用了 过几天就跟他离婚 他也不正在这里 那 就让随便打扫打扫 我们走吧 嗯 嗯 谁 嗯 嗯 云池 你玩个匣子 哎哎 我也没有 你好好尝个鲜 再过来 再过来我是从这跳下去 再过来 再过来我是从这跳下去 云人 你在干什么 陆锋 你是陆锋吗 你怎么知道我是陆锋 陆锋 来 让我摸下你的脸 陆锋 好久不见 我好想你 你这么确定我是陆锋 不会认错我 这张脸 我想了整整五年 怎么可能认错 啊虽然你眼睛不好使 但是脑子得磨磨的 刚知道我和哥哥后续的事 这么快就带入自己了 楚云人 让我看 你还挺适合当演员的 楚云人 你知不知道你摸的是别人的脸 你说什么 我以为是你 陆锋 我是暖暖 你是暖暖 那 我是谁啊 楚云人 我当初会跟你结婚 是看到你无家可归的分伤 我对你没有半分情分 你想找个人照顾你一生 无可厚非 但是我不允许你用暖暖的过去来欺骗我 你听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 不用说 艳艳才是我的暖暖 是我苦苦寻扰五年的暖暖 你被他骗了 我们之间 有好多只有我们两个才知道的事情 我们两个对对好不好 楚云人 你明知道我失忆了 还故意拿过去的事情刺激我 我们明天继续联合 至于你未来何去何去 跟我没有任何瓜葛 你相信他 你相信我 你全身上相 有哪一点像暖暖 而艳艳不一样 艳艳身上有个家祖传的玉佩 错不了 好 好 好一个错不了 既然你认定了 我无话可说 你放心 既然我们已经领过证 我会保证你未来的生活 从现在开始 回你的城南村吧 所有的脸 都是徒劳 你醒了 能看到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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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见了 太好了 也不枉费我们辛辛苦苦 帮你找颜角膜 谢谢医生 谢谢你 你个小小瓜 是不是不认识我了 你是 当年在福利院 我们俩可是最亲的 秦月 郑氏在下 秦月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当年养父把我送到国外去做眼科医生 这些年我也突然找过你 完全没有你的消息 没有想到我回国之后的第一台出座 就是你 可是 我是怎么被救的 有人在河边发现了你 把你送到了医院 不过 娜娜 你跟远哥是怎么回事 眼睛 如果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犯傻罢了 什么 初云染跳楼了 我只是跟他说离婚 没想到他这么想不开 我们家别墅后面那条河 目前 还没找到尸体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逼他 爸 我怎么会和一个瞎子过一步去 是他太敏感了 住口 爸 你怎么了 你爸他最近总是这样 动不动就发脾气 看来他是累了 你先回去吧 你放心 楚云染是我的妻子 就算他死了 我也会照顾他的身后事的 你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真愿意宇春娶那个家吧 楚云染 但宇春有恩呢 如果楚云染的死 跟他有关系 怎么跟楚阿姨交代 那不是正好 沐宇春恩将仇报 他也不配做牧师集团总裁 等匆匆回来 牧师就是我儿子的 你说了 牧村眼界不够 敢不能见少牧师 既然你什么都做不了 那公司的事情 就让他们俩 兄弟竞争有什么不好 你 依晨 我要跟你谈了一件事 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他们都是沐家待了很多年的人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啊 哥哥 我问你 这块玉佩 怎么了 我问你 这块玉佩 咋来的 是你五年前送我的 扫 你根本就是门暖 说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你们说 既然你这么注意 那就跟着他 滚出木匠 大少爷 我亲眼看见 那玉佩是大小姐 从少夫人的脖子上扯下来的 春烟 你敢背叛我 大小姐 春烟是木家的女佣 我只终于杀 来人 把展颜赶出去 从今往后 不许踏入木家 半步 哥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我明明知道 奶奶对我有多重要 你不仅不帮我找 还冒充他 你到底在图什么 哥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对你什么心思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住口 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 从我第一次见到哥哥起 我就喜欢你 我一直在努力地走进你心里 可是你心里永远都只有那个暖暖 从来都没有过我 所以你就阻止我们小镇吗 还逼死他 我没有害死他 他跳楼只是个意外啊 好 那我问你 那天房间里 那几个人到底是谁 当时房间里有四个人 全部都被大小姐给开除了 其中一个叫三英 他临走之前 把这个视频交代我 大少爷您可以看看 管家 少爷 好好调查一下 暖暖奢契 到底经历了什么 原封不动的还给展颜 穆家竟然将你害得这么惨 亦然 你放心 这口气 我把你戳 骗我感情 夺我的眼球 穆家所做的一切 我都要一一讨回 你放心 有我在 以后谁也不会再欺负你了 谢谢你 秦月 你治好了我的眼睛 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 可是我这个人 生来命运不尽 再也不想拖累任何人了 往后遇生 我只靠自己 无论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对了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我和亲生父亲相认了 她最近身体不好 又没有其他子女 所以想让我尽快回国 接受国内的事务 但是我是个医生 我又不太懂企业 所以还在纠结 当初 领养我的楚奶奶 她曾经是大集团公司的总裁 后来因为出了事才落魄的 她教了我很多 或许 我可以帮助你 太好了 秦氏集团交给你 我最放心不过了 重新看见这个世界 我要好好珍惜 往后遇生 我只靠自己 废物 让你跟在沐雨晨身边 是为了让你了解 牧师集团内部的信息 没想到你就为了自己这点私利 把你弟弟夺权之路给封死了 妈 是那个沐雨晨太过分了 我对他那么好 他凭什么不爱我 你早知道 他对那个瞎子情有同忠 还非要去躺这趟浑水干什么呀 他还打你 是管家 他把我之前 对楚云然用的手段 全都用在我身上了 打狗还要看住人 这帮狗东西 竟然不顾我的眼面对你下手 那就不要怪我不困 妈 你要做什么 你弟弟还有两周就回来了 牧师集团的掌控权 你先给他扑扑路 明天晚上有个商业聚会 我带你去见见试 暖暖 你明明离我这么近 我却没能保护好你 对不起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好好偿还你 少爷 绵城商业集团送来了请帖 邀请您明天晚上参加宴会 要去吗 不去 帮我取向明天所有的安排 我听说这次宴会的主要目的是给西上任的 骑士集团总裁接封 骑士集团 骑士集团是明城商业集团最大的企业 听说他们要在这次宴会上发放过亿的订单 您刚接手入市 如果有了这笔订单的加持 后面会更好多 您好请出示一下行铁 我是牧师集团走财 牧与琛的母亲 没有单独邀请我 还请行个方位 不好意思母夫人 上头规定 没有请帖不得入内 一个小小的保安 你敢跟我妈这么说话 今天就算是你们会长来了 也得给我妈几分面子 你算什么东西 但这是上面的规定 请不要委呈着 把你们会长给我叫出来 会长忙着呢 您既然这么有身份 为什么不让牧总亲自来见 你 不好意思 我女儿有些冲动了 这样吧 我给你们会长打个电话 让她跟你说说 老牧 我来参加商业酒会 没带邀请函 你跟会长说一声吧 我都退了 哪有人还给我面子呢 那你就让牧与琛接我进去 我来了 妈 这是什么人啊 没看到 嗯 这帮小年纪 靠着老子打的那些江山道主耀武扬位 不知道几斤几率 有没有眼光 那是秦家的人 早知道 刚才会去打神招回来 对了妈 你要请俺怎么了 没找到会长 等会雨晨在眼睛 雨晨 颜颜好歹是你妹妹 在外面还是要给一些颜面的 她不是我 也不是我目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作为你的继母 连受养个女儿的资格都没有是吗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那就适合 带我们进去 我不管你要为她铺什么路 但是 别跟我摸家扯上关系 否则 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妈 这个地方好气派呀 那个人姓冯 是秦氏集团的副主 拿下她不难 只要放得开就行 秦氏集团的副主 好久不见 秦氏妹妹 封印不减到年啊 老了 这是我女儿妍妍 刚参加工作 还请冯总给提点提点呢 冯总好 秦氏 人美 名字也美啊 秦氏妹妹 漂亮多了 我要去给会长打个招呼 燕燕就交给冯总您了 放心 放心 冯总 燕燕 你要是需要什么 我马上就去给你找 冯总 认识您就是我最大的福气 这小子还真甜 冯总 我可得敬您一杯 楚云冉 你居然没死 楚云冉 你居然没死 你是谁 你认识我 你眼睛好了 还是说 你根本没想 一直在骗我 我说天生也怎么这么熟悉 原来是展大人 真是云家路窄 在这都能碰着 你怎么会在这 也对 幽然出身 在酒店当个宝洁也正常 不过你穿成这样 也又是想勾引谁吧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到这 是平实力 你了 是不是因为你哥哥 叫沐雨琛啊 你可真是厉害 靠着庄下嫁给了我哥 又装死 逼着我哥赶我走 你简直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沐雨琛把你赶出家门了 你真的是自作孽 如果是因为我的话 不好意思啊 但是你哥好像也没有你口中说的那么爱你 爹爹 他是 冯总 他就是我大嫂 之前在我们家一直装瞎 他还故意冤枉我 自己跳了楼 害得我被我哥臭骂了一通 不管你是谁 敢欺负炎烟 那就是要跟我们作对 你是 这位 可是秦氏集团的执行副总 他跟我哥可不一样 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什么货色 是吗 那冯总 你能看出我什么来 你个婊子 我什么好看的 没想到秦氏集团堂堂高层总监 竟然是这样没有素质 满口脏话的东西 徐云染 你敢骂冯总 你知不知道秦氏集团 可是绵城最大的企业 所有的业务 都得经过冯总说了算 得罪了他 我看整个场上 谁还敢捧你 秦氏集团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副总做主 好大的口气 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晚宴 实际上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小秦总上任 整个绵城 敢跟我们秦氏走的人 他没有几个 秦氏如何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老秦总的夫人 是我秦表姐 你说有什么关系 我刚刚到秦氏集团就任 怎么没听说过 有人跟我介绍 秦氏集团 还有你这位呢 什么 是秦氏集团的员工 那我还要问谁这么不主意 收了你这么肯定 满嘴喷粪 你没死吗 穆大少爷认错人了 我叫楚云染 不是你口中的暖暖 你眼睛好了吗 哥 他都是装的 他根本就没有瞎 他出一家 不过就是为了嫁给你 没想到在沐家 没有刷起大少奶的威风 才终死离开的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沐大少爷 自己没有判断吗 你过来 谈一谈 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今天宴会 主角是小秦总 我劝各位不要这么多心 免得一会儿不好收成 沐宇辰 这么下见的臭 我看牧师是不想和秦氏合作了 难道我要看着您对我贴贴 什么都不做吗 跟我对着干 为了这个臭婊子 断掉跟秦氏的合作 这后果 能承受得了吗 哥哥 你为了一个楚云染 却得罪冯总 他就是一个骗子 闭嘴 道歉 我说向我太太道歉 你要我向你 盗中坑门拐骗的臭女人 对她道歉做梦吗 沐宇辰 你疯了 你敢住手 沐总 在这容上很杂坡 表舅 你可真是给我找脸啊 沐宇辰 沐宇辰 根本没把我们秦氏放在眼里啊 是 你这 听说你擅自终止了秦氏和穆氏的合作 沐宇辰 为了这个臭婊子 他打秦氏的脸啊 滥用公司职权 破坏公司形象 沐宇辰 丑总觉得 我们处置够了 这种人 不适合在秦氏集团 开了 是什么 跟各位介绍一下 今日起 楚云染小姐正式被任命为秦氏集团的执行总裁 她将代表秦氏 跟各位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至于你 被开除了 走 你是怎么回事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瞎子 怎么就成了解释的总裁 他不是主人的 是他 你到底是谁 跟我哥结婚的那个瞎子又是谁 五年前我确实瞎了眼 做错了事 选错了人 白白耽误了五年的时光 什么 冯泽 冯泽你等等我 我跟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好 谈谈 如果是因为秦氏跟牧师的合作的话 大可不必 各位 今天是楚总的主场 今后你们有任何的事项 都可以去找楚总商量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 恭喜 恭喜楚总 凌燃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绵城商会的会长 会长 他就是我们秦氏集团 新任的执行总裁 楚总好 以后我们绵城的各大企业就要靠主 总都都照顾我们了 会长客气了 我是一个新人 如果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拿起会长多多海海 楚总客气 清国英雄 各位 大家看看 我们楚总 如此的年轻 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猜 楚总 是谁的徒弟 谁呀 谁呀 当年 赤上绵城的第一女走财 楚 金 兰 当年 赤上绵城的第一女走财 楚 金 兰 楚总的奶奶 哇 真是她 太好了 多谢会长的爱 奶奶是我的目标 今后的合作 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 好 请便 大家请便 你看到了 这个女人很现实 喷上了小秦总就不要你了 无论如何 她还是我妻子 知道了 恭喜楚总 恭喜 楚总 楚总真棒 秦总有什么话直说 你跟云染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过去的事情 我不再追究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别再招惹她 我跟云染的事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至于以后 我会好好补偿她 她的以后 跟你无关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和云染从小一起长大 被领养之后 被迫分开 导致她之后受了很多苦 现在我回来了 她是我的 我会好好爱她疼她 绝不会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她是秦总还不知道吧 云染是我的妻子 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那又怎样 她要是今晚不出现在这儿 在你心里 恐怕已经去世了吧 我很庆幸 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弥补 至于你对我妻子 那些心思 我觉得 还是不要表露住 免得人前人后 让人 离人 等一下 你看看 这房间的一切 之前都是属于乃乃的 这条手链 也是她送给我的 可惜被你摔坏了 坏掉的东西 还留着她做什么 我问你 你和乃乃到底什么关系 你猜啊 展颜说 乃乃已经死了 你是她的孪伤姐妹 知道我一直在找她 所以用她的身份 展大小姐编故事的能力 可真是一流 既然你这么问我 说明你相信她 那我倒想 问穆大少爷一句 我接近你的目的 是什么 我们穆家 在绵城也是 有头有脸的家族 你接近我 当然是为了钱 那我嫁给你 不仅没有赚到钱 反而差点搭上性命 怎么看都是我亏了 只要你能帮我找到楠楠 一切都好商量 好啊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跟我离婚 我们两个人此生 永不相见 可以 我还想问 穆大少爷一句 既然当初不爱我 又为什么要娶我 只要我能找到楠楠 做什么都可以 穆总这是什么意思 穆氏集团的合同 我已经恢复了 和封管部门经理就好 我们谈谈 穆总 我们之间好像 没有什么好谈的 从此之后 我们两个之间 不再有此事 看来你当初接近我 确实是有目的的 现在攀上了新的金主 这么可就跟我 撇清关系 原来 她是这样想我 既然穆总已经意识到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你至少现在还是我的妻子 所以呢 所以 你现在不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在你顶着穆太太名分的期间 你只能是我的人 名声而已 我不在乎 你可以不在乎 她呢 什么意思 跟我回家 穆太太 没事 你口口声声说说爱暖暖 心里只有暖暖 可这些年你为暖暖做了些什么 当年你晕过去的时候 混混都还在 你醒来以后有没有问过 暖暖有没有受到过伤害 你眼睛能够看到之后 除了寻找 你有没有追查过那些 伤害你们的凶手 我醒来以后 那些人已经被处置了 哼 对啊 包括暖暖 说什么 暖暖当年 把眼角魔换给了你 因为她知道 哪怕她变成了瞎子醒来之后 也依然会爱她如初 可你呢 别人三言两语的谎言 你就深信不疑了 当年你父亲 把她送给别人 她日子过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你在哪儿 你在这儿步步高升 享受着众星捧月 暖暖日思夜想 没日没夜地派着你去接她 你却在这儿养了一个干妹妹 任由她爱慕你 依恋你 你还舍不得推开 沐浴趁 你一直都在找暖暖 却次次都不用心 你有什么颜面祈求原谅 对不起 既然如此 你就继续守护着你的暖暖 我们离婚吧 我跟暖暖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去问展颜呢 让她给你编一个完美的答案 你一定知道暖暖在哪里 对不对 木大少爷 难道你就不能当作暖暖 真的死了吗 我对暖暖的习义 不是你说的这样子 暖暖在我心里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爱很爱 对两块玉佩 你一定见过 其中有一块就是暖暖的 只要你告诉我暖暖的 暖暖不会回来了 你们怎么都来了 你毕业了 哥 你真不关心我 去年我就毕业了 工作了一年才回来的 这位就是大嫂啊 跟当年那个瞎子 还真的很像啊 你们是谁 你别管我们是谁 你只要记住 是沐雨琛 让我们来害你的 原来是你 干嘛打我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心里有书 展一 有什么好说的呀 他打你弟弟 你眼睛看着却不管 说什么兄弟情深 还不如一个外面的女人 隐忍动手打他 一定 展一 刚才说 暖暖会不会来是什么意思 那女人已经死了 亲眼看见她 什么 我出国之前 本来想帮哥哥去找一下暖暖的 结果就看到这个女人 亲手把暖暖推到了盒里 那盒很深 人肯定是死了 我问你 她说的是真的 满嘴谎言 牧丛 你敢不敢当着你哥的面 告诉我们 当年绑架我们的小混混 是不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知道 雕虫小技 奶奶早就看穿了你的诡计 卫尘 你现在是集团总裁 她成了乖帝 当年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她怎么对你的 你都记不住了吗 你这个女人真恶毒 非要挑起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 兄弟矛盾 早就有了 何须我挑 我问你 当年弄伤我眼睛的 是不是你找的人 老爷 牧师集团早晚是少爷的 所以眼睛手术越早做越好啊 现在 就当眼角过 只要眼睛好了 我马上把总裁职位让给他 不是的哥 你不要听他胡说啊 是牧丛让我们干的 他怕要给牧与春支眼睛 治好以后让他执掌牧师集团 所以 牧丛就让我们想办法 回家他的眼睛 这样牧师集团 就不会交给一个瞎子了 你 牧丛 敢做不敢当 你没有胸怀 是当不了总裁 牧家的事情 与你无关 我根本就无心管你们牧家的事情 牧与春 我们离婚吧 把这张离婚协议输下了 从此之后 我们之间 再无瓜葛 可以 哥哥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你别听她的 我 我问你个问题 我就放你走 当年我的手术室 说的最后一个话 是什么 你说 你从手术室出来以后 第一眼想见到的人是我 是暖暖 你是约了 我当年醒了以后 买屋找你 满世界找你 你消失不见 你记不记得 你答应过我要守护我一辈子 哥 你别被他骗了 我非常确定 我和暖暖之间的事 没有别人知道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是我们保护了你 让你说了天大的回去 那么 我现在好后悔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暖暖已经死了 无论是五年前 他被人推进河里 还是前几天就跳楼自杀 你我之间的缘分 已经见了 沐宇辰 我现在别无贪求 我只希望你能处于尊敬我 放我离开 你就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吗 原谅 如果我还是五年前 带个愚蠢至极的暖暖 也许会的 但是现在 不可能了 愚蠢至极 对啊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把我的真心 跟眼睛 毫无保留的 交给一个不相干的人 签字吧 沐宇辰 你签吧 我是不会签的 沐宇辰 再见了 小心你身病的人 哥 你别难过 还有我呢 你们先出去吧 雨晨 我有话要跟你讲 我今天没有兴趣 改天才聊的 这都是小事啊 马上让我也进公司 随便什么指挥都行 爸爸说过 不许你怨死 你爸他糊涂了 这事本来就不合理 你是他儿子 匆匆也是他儿子 凭什么牧师集团 全部归你 笑我说 你们兄弟俩一起 公司才能发展壮大 你刚才说什么 他糊涂了 医生说了 就算这次不死 也没多少活头了 妈 这种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你弟弟回来了 我们要尽快掌握 牧师集团的 控制权才行 聪聪 公司所有的机密 都在他这个房间里 你好好找找 我跟你姐姐去医院 好 我爸怎么突然严重了 我们也不知道 昨天检测还好好的 今天突然就这样 这今天的检测结果 都还没出来呢 等一下 小妖姐 你又差我 青少爷马上进入牧师集团的当家人呢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女人投怀送抱 不知道 二少爷会不会忘了人家 傻瓜 整个牧家除了我妈 只有你是我最亲的人 等我拿下牧师 你就是我牧村的青老婆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聪聪 你们俩 我都成年了 这事不是很正常吗 当时姐姐你 门都不敲就冲进来 有什么事吗 爸快不行了 妈让你赶紧去医院 他早就该死了 你着急干吗 他是你爸 你竟敢害他 是我爸又怎样 他这些年 为我做过什么 从小叫我们养在别处 好不容易他前老婆死了 我们终于能进入牧家 他又赶紧把牧师交给牧宇辰 他有没有为我考虑 那你也不能对他下手啊 儿子杀父亲 是会遭报应的 报应 我一直以为你是不讲报应的 毕竟当年你为了进入牧师 那可是硬生生逼死 住口 做得做 有什么不敢承认 当时你 进入牧家以来一直为首位为的 这些年被老头子压制的 什么都不敢做 眼睁睁看着他牧宇辰成了总裁 害得我现在要从他手里夺权 比老头子难多了 你爸也不是吃白饭的 你当年对牧宇辰下手 他一戏之下把你送去了国外 我哪里还敢说什么 要不是牧宇辰 我也不会吃这么多苦 老东西死了 对付他 简单多了 你要干什么 唉 放心吧 我不会对他怎样的 但也不会让他好过 哈哈哈 你别太过分了 你姐姐对他还有情 万一他看不过去 放心 由不得看 你不要再难过了 既然已经分开了 那穆家的事 你就不要在意了 穆老爷去世了 他身边就没有一个真心待他的人 你还是放不下他 他给我带来那么多痛苦 但我无论如何 恨不起来 你真是太傻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可以忘了 爸爸走了 轮奶也走了 我沐浴车 从今天开始 就成了孤家寇人 做了太多措施 这是你 给我的抱怨 干嘛去 大小姐 老爷去世 少爷又开始咳嗽了 这是医生给开的药啊 我来吧 你回去吧 是 不安分的女神 又想去勾引人 哥哥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但是你要想开一点 现在整个牧师集团压力 都压在你身上 万一你在病倒 我怎么办 好了 你出去吧 他都已经要跟你离婚了 哥哥你还在想他做什么呀 行事集团的规模 比我们大很多 他是不可能会投的 之前 我可能还会挽回他 但是现在 我不想让他再掏牧家的浑水 他离开我 过得更好 哥哥说 牧师集团的浑水 怎么 还有事是你不经好吗 松祖和妈妈 好像确实在商量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是瞒着我的 还不就是牧师集团的那种故事 他们想要 来拿就好 不在乎 但是 害死了父亲的那些凶手 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 哥 这药 这药是出烟让我送过来的 医生 来人 来人快叫医生 哥哥 哥哥 别叫我 没谁 不用叫医生啊 没什么事 不用叫医生啊 你对我哥做了什么 把药送给大少爷的 把药送给大少爷的 明明是您啊 大小姐 你胡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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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 这药明明是你给我的 大小姐 大小姐 您这可就冤枉我了 我是个下人 何的可能只回大小姐您做事吗 我们都知道 大小姐您对少爷因爱生恨 但也不至于害人啊 你 这气氛不太对啊 怎么回事 匆匆 这个女人 她给够下药 她还拦着我去找医生 严重吗 不严重的话 确实没必要去医院 家里不是有那个什么医生吗 叫过来看看 你 你知道 大少爷就是因为 喝了小姐给的药 才变成这样的 真的 松松 我是你姐 你只不过是我妈 从路边捡回来的 以前你对我家人好 我可以叫你姐 但你现在害死我哥 说不定我爸也是你害的 怎么 还想控制我呀 松松 你胡说什么 来人 冯总 新开了一个会议 需要人 把他送过去 你 松松 放开我 什么 沐宇春眼疾复发 怎么可能 我们跟牧师集团的合同 都是牧师集团的代理总裁 不行 我要去看看 秦总 楚总去牧家了 虞仁 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他呀 和秦氏集团的合同全都无效 为什么 公章跟之前的不一样 上面也没有沐宇春的签字 他们不认 我就知道 老头子让他当上这个总裁 后患无穷 那我们 怎么办啊 当然是沐宇春 把工章交出来 拖出来吧 你们要干什么 大哥 你瞎都瞎了 总不想看着牧师就这么毁了吧 我都已经消了 我不在乎这些 我都已经消了 我不在乎这些 哈哈 呃 啊 哈 嗯 这你怎么样啊大哥 爽不爽啊 哈哈哈哈 他是个硬骨头 这么治 也不是办法 陌兴 知道的办法多着呢 带出来 啊 啊 哎呀 陈少爷 牧聪 你给出声 听说 这是你为了处于啊 特意找了定制的大床 真舒服啊 给我滚 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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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狗东西现在剥光了衣服 在棱水里泡着呢 公聪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说了吗 我要公章啊 休想 宋少爷 好 我希望他起来 莫聪明 爹 你 类似的 就不яют Maar 交车 即使我 似乎 你一个人在这吃苦呢哈哈哈哈 嗨 雨晨 你没事吧 别碰我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走啊 走啊 这些伤是你打的对啊 坤人啊 你最好确定的 只要把工章交出来 起码不会再来打吧 你做梦 这你放心 我已经跟所有的活动都打好招呼了 牧师集团指认你说什么 牧聪 我以秦氏集团执行总裁的名义通知你 秦氏跟牧师的合作 到今天到此为止 你最好不要管我牧家的事 不好意思 我跟雨晨 法律上还是夫妻 我也是牧家 我不想动 就是因为你的身份 如果 真的私困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要干什么 你哪 看到这种闯 这是他特地为了你肯定做的 你说 如果咱俩在这颠岚投风 你还会不会疯啊 臭声 臭声 放开他 喂 喂 我把商业会长请到公司了 让他帮你出通关系 快点来 关键时刻 可是老爸给零 淳于 你给我把这两个人好好折磨折磨 进去公司 你给我把这两个人都给你了 少爷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拒绝我的事 淳于 莫苏根本不可能拿到牧师的控制去 你跟着他 明慧来了 你 我是想跟着你来着 可是你不要我了 老爷子知道你喜欢女妞 当初暖暖消失 他把我收起来就是要送给你的 可是我一再接近你 你却一人再再二三地拒绝我 我喜欢你 我也不会错你的 没关系 你不喜欢我 还有木葱 他喜欢我就行了 别做梦了 他那是在利用你 那要怎样 只要他一直行 就会一直在我身边 早晚会没有用的 无所谓啊 对我来说 只要拿到我自己想要的 那就足够了 二位上等 游戏 马上开始 雨晨 你眼睛没事吧 什么都不用管 走 我们先去医院 你为什么要来 我跟你已经离婚了 你为什么要来 你走啊 雨晨 你放心吧 来的时候我已经跟秦月说好了 她会来的 秦月 我的事不需要她管 雨晨 你不用有压力 秦月是我朋友 又是大夫 她不会嘲笑你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 她根本就是喜欢你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没听聪少爷说吗 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二位 你们俩 把这个女人衣服给我扒了 然后好好折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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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你们敢 少爷 我可以放了他呀 把工夫张交出去 我就立刻放了他 走吗 抢 你别碰他 别碰他 别碰他 放开他 最后将我女子工张的交出来 我给 在某些柜里头 我给你 烧 我给你 没事吧 你让他走 我把工赵给你 跟我谈条件 木书臣 你还是没有放弃出自己的问题 你已经败了 一败涂地 转眼 你信不信 一旦你把工赵交给木丛 他马上就会被你踹了 丑云染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 只有你跟木书臣 才是真爱 其他人都是算计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真的值得吗 雨晨的眼睛 迟早有一天会好的 你就这么不给自己留余地吗 对 所以把工赵交出来 只要工赵在我手里 他就不会罚我怎么样 你只在雨晨手里 公司的骨头不会说什么 一旦在你手里的话 他会马上要求换鼓动 你什么都得不到 还是我的男人 我当然想起你 好 那就总之敲 纯燕 只要木书臣拿到工赵 你就万劫不复了 楚云染 你最好乖乖把工赵交给我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רת 淳于 爽在我面前摆什么大少爷的架子 你现在什么都不是 楚云染之所以能在寢视 魂风焕云 不就是因为爬上了小情总的床吗 那么,我想起 如果你被男人吃干抹劲 孝庆总他会不会让你 是吧 你功将给人忘了 杀你 初音乐我要送你 放开场 别碰场 住手 秦总 把他们给我拖出去 狠狠惩罚一顿 怀给莫苍 秦总 秦总 敏然 你怎么这么傻 就不能够等我一起吗 秦月 她眼睛看不到了 你能不能救救她 帮帮她 我原本 是要帮你 可是 她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 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 知道 不是 我知道眼睛看不到 是什么滋味 即使我们以后不在一起 我也不想让她过这种 暗无天日的生活 好 把她带去医院吧 我安排治疗的 那我就替她谢谢你 云然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走 先去医院 我们去找陈医生好不好 你不相信秦月 我不想欠她的情 云然 等我眼睛好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那就先找陈医生看看眼睛吧 妈 会找她 她老婆把她带走了 早就说了 让你在公司里培养心腹 你什么都不干 现在好了 离开沐雨晨 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这能怪我吗 那帮然一开始说得好好的 一看秦氏支持楚云然 他们都不敢出面了 楚云然 秦月是没见过好的吗 什么女人都要 不行 让你解释跟秦月接触一下 妈可不知道吧 姐已经被我送一匹会所了 你说什么 为什么 她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 现在还是忘不了 也是背叛 都有很多代价 匆匆 不管怎么样 她也是妈呆大的 你不能这样对她呀 她在一匹会所 接触的都是少残 对我以后的巴掌 有好处 可是那样的生活太残忍 没有善终的呀 妈就是出自一匹会所 后来跟我老头子 一辈子的华富贵 哪里差了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小时候人家骂我 张口必口都会说 我妈是一匹女王 妈在一匹会所待过 应该知道那里的好多是什么 所以 你连我也看不起 是吗 我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 老头子当年娶您不验试 培养您的交际能力吗 您也是为牧家的发展 立下过汉马功劳的 我让姐姐帮忙 也不过是想借一步力罢了 真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做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是怎么把牧师集团拿到手 谈何容易 就算拿到了公章 牧师那帮高层不同意 我们也没有办法的 妈 您好歹也是老头子明明正娶的 他为什么一点股份都不给你 他娶我 只是为了给你一个家 在他心里 我不过是一个保姆人 妈已经无计可施了 剩下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吧 喂 你是谁 可彦子 不错 我告诉你 别以为楚云人 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女孩 她可是我们秦总的心筋儿 要得罪了她 可没好果子吃啊 楚云人 月染 你放心 少爷没事的 我是真的不想看到 他的眼睛再出问题 您对少爷的心 我们都懂 老爷在世的时候 一定十分在上 可惜 可惜 他是不会允许一个瞎子 成为牧师集团的少夫人 老爷是没想到 少爷对您的感情会这么深 看临终前说对不起您 让您是他做 事业之词 多数无益 管家 雨晨现在在手术室 恐怕 牧师集团 已经被牧师集团 已经被牧师完全掌握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夺回来 你放心 牧师是少爷一个人的 只想他不在了 你也是继承人 牧老 怎么会把牧师纸留给他一个人 因为牧师集团原本是夫人的 老爷是入坠 为了面子好看 把企业改成了牧师集团 但是呢 夫人和老爷有一个秘密协议 最终所有的股份都给少爷 请约 秦月 她怎么样 秦月 她怎么样 如果我说她看不见了 你会怎么做 什么 治不好了吗 陈大夫也确认了吗 她那双眼睛才用了多少年 如果她再次失明 她可怎么活啊 如果我说她的眼睛 就是可不见了 你还会不会把严谨的绝对他呢 师母 又要换严教墨 怎么办师父 他真的再要换严教墨 我愿意给他 你之前对他的失望 懊恼 统统都忘记了 只要他沐浴春有事情 哪怕他伤你千次百次 你依然会站出来帮他 我不忍心 看他再次下入到 那种暗无天日的痛苦当中 那你呢 你之前看不见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你还没有过够吗 可我真的不忍心 他现在身边 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了 他依靠的 只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爷爷 今天可是花了大价钱 来照顾你生意的 哈哈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我过来我怎么疼你啊 前面科学 哈哈哈哈 你敢打我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还以为你是沐浃大小姐 在一笔仙这个地方 别给我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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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是个新鲜活 哈哈哈哈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呵呵呵 少夫人 你可要想好啊 原来我真的觉得 我当时就不应该把眼角膜给她 自己白白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可事到如今 我依然见不得她痛苦的样子 喂 大姐姐 关家 我哥在吗 在手术室 什么 做手术 她又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那好弟弟 找人给少爷相对的 少爷眼睛又看不见了 怎么这样 她需要视网膜吗 把我的眼睛给你 我再死也不迟 沐雨晨 换了我的眼睛 以后的日子 你就会每天都想着我 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不出来 少夫人 秦医生不会因为您说的那句话 对少爷做什么事吧 不会的 秦苑不是那种人 和框成医生还在里面 我是真代谢少爷 我怕他眼睛又看不见了 没事 一切有我 我去帮你买点吃的吧 你 真的静下了 管家管家 管家 大小姐您这是 我哥是不是需要眼角膜 用我的 用我的 楚云冉呢 他人呢 他进去了 楚云冉 楚云冉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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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什么都让你做 你天天想都不给我留 少爷和夫人感情深得很 你没必要这样 你闭嘴 楚云冉 你出来 你出来 陈医生 秦总 太好了 恢复的挺快 没什么大碍 你出来 谢谢你啊 请走 如果不是看在云冉的面子上 我是不会对的 楚云冉 你给我出来 楚云冉 哥哥 楚云冉呢 他是不是要把眼睛给你 哥哥 咱不用他的 用我的 快 快 不然来不及了 快 快 我没死 妹妹 到底怎么回事 别问了 从一品会所出来的女人 是没有勇气活下去的 我没死 妹妹 到底怎么回事 把我的眼睛给你 把我的眼睛给你 说什么少话呢 你一辈子都是我妹妹 真的吗 展颜 永远去哪了 我没有见过楚云冉 是管家说 我就出去买点饭吃 上来那就不见了 我以为他没了拉去手术了 哥哥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待会就回来了 他都已经有秦月了 你就不能陪陪我吗 雨晨 我担心 楚云冉会不会被你帝带走 楚云冉会不会被你帝带走 这么沐雨晨的女人 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你要干什么 灰了她的眼睛还不够 现在何必要求追猛的 是啊 她已经废了 不过 你不是还好的吗 王八蛋你个变态 为什么老天爷 总是让善良的雨晨受伤害 最应该受到伤害的 是你 楚云冉 少跟我废话 我把你叫来 是要谈条件的 什么条件 只要你要帮我明正言顺地拿下墓室 我就给你一部分心 还可以给你果子 那是雨晨的 她已经废了 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她还爱手爱脚 就弄死她 我是她的合法亲 如果她死了 财产是我的 跟你也没关系啊 你说什么 我说 如果她死了 牧师集团就是我楚云冉的 楚云冉 所以我把你绑来 咱们俩结婚 等你死了 牧师不就是我的了吗 你变态 你就是个畜生 所以原本从少爷要娶她 是你 你这是 被人给伤了 真没想到 我全心全意辅佐的男人 在外面跟一个女人调情 根本顾不到我在楼上受苦 神神痘痘的 楚云冉 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我算了算 杀了沐雨晨 娶了她楚云冉 整个牧师 不就都是我的了吗 我 那我呢 你嘛 以后就不用什么了 嗯 想上班也可以去公司 不用当女人伺候人了 我可以给你她房子 钱也可以给你 所以 所以我未来的人生里面没有你 是吗 你都被人受过了 还指望我拿你当宝啊 嗯 春艳 人要有自知之明啊 你都这样了 就别怪我了 春艳 我是真不想看到你现在狼狈的样子 但她就是这么对你呢 我不服 你是庸人 我也是 凭什么你能得到沐雨晨 而我就得不到沐雨晨 因为沐雨晨是正直 而且善良的好人 而沐雨晨是个行为必烈的助宠 你跟我也不知道 我对沐雨晨满是真心不图回报 而你对沐雨晨全是攀附 沐少爷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跟我本就是可取所需 不用再拿真心来护弄人了 沐雨晨 沐雨晨 你别再挑拨了 你是我的 沐雨晨 你干什么 你给了我希望 又亲手把他给杀死 不要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干脆 我们一起死吧 你 沐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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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电话救他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了 他是自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亲眼看见 所以以后你也自杀 别人才不会觉得突然 雨晨 你说 我要不要灭口啊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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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好了 不然呢 沐聪 你竟然对自己的女人动手 你收手吧 沐聪 就算你接管了牧师集团 雨晨 我也能够让你在灵城混不下去 混不下去就不混了 让楚雨晨 陪我一起死 想想也够本了 沐聪 你放开他 我把牧师集团都给你 你绝对我会心啊 真没想到 我哥也是个情种啊 为了女人 为了女人 连事业都不要了 云人 别怕 我在这儿 哎 两个男人 都对我手里这个女人 情有独钟 楚云人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 有人对你好 你不珍惜啊 你对我好 天底下没有对我好的人 你妈偌大的年纪豁出面子被你扑路 你姐展颜被你送进了狼屋 爱你的人还躺在这儿 你 你也是有人爱你的 可惜了 你把他们都害惨了 住口 再说话 我杀了你 你 沐雨晨 你自己沐家的事情 一次次处理不好 你害得云人跟你一次次受苦 你难道不知道云人是我 捧在手心里的小宝贝吗 你怎么忍心让他 跟着你一次次的遇险啊 我跟云人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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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打了 他只是有一些软弱 他不是真的要害我呢 继续打呀 沐雨晨 没想到你也有情敌 秦月 这是你情敌呀 打呀 哈哈哈 你们两个是不是疯了 哈哈哈 你看 你看 哎呀 秦月 你这个傻瓜 疼不疼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沐迟 沐迟 没有龙木聪 沐家的事已经好解决了 接回摘姨和你妹妹 好好生活吧 你确定要走吗 五年前 我刚从福利院回来 是你 给了我一个家 给了我家的干局 我们成了最亲的亲人 当时我就在想 我只是想让你好好生活 有机会能够看一看这个世界 可是我现在眼睛好了 你却要离我而去吗 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以后 好好照顾眼睛 好好照顾身体 其他的 都不要太在意了 你是不是因为我受伤了 所以才来到我身边 你拯救我 秦月 从今天开始 我只是出院人 随心而活 只为我自己而活 好 我陪你 你陪我 干什么 陪你去福利院看看 陪你去给出奶奶送 吃饭 吃饭 我错了我错了 反正以后就是要 你去哪儿 我也就去哪儿了 好 我主張特製不得知無妨的人